親愛的弟兄姊妹 大家平安 平安 天氣在變化 我們要注意自己的身體健康 聽到很多人在咳嗽 希望大家都能夠健健康康的 然後一起去參加跨年活動 好 我今天的題目是壓箱寶 大家都說 最好的東西要留到最後面 對不對 那今年度是我最後一次站在這邊 最後一次是王牧師在下下禮拜 下禮拜我們會聯合禮拜 那再下去那個禮拜二十七號 王牧師會在這裡分享 那我會到台語禮拜 再見面 我們就跨過名年了 所以今天是我最後一次站在這邊 那所以呢 我當然要把我的壓箱寶拿出來 不然怎麼可以對得起你們 好 今天我分享的壓箱寶是誰 你們猜猜看 一個人 兒子 兒子 還有誰呢 先生 還有誰呢 好像把我們家人都猜完了 還有耶穌 好 我三個 我三個要一起分享 我覺得這位神在我們的身上 真的做了很奇妙的事情 那我必須要告訴你們 我們進入今天是第三週的代將節 那是宣告跟喜樂 第四個主日是代表人愛 那我的壓箱寶就是我們的神 我們的主耶穌基督 那大家應該手上都會有拿到一份這個綠色的 來聖誕跟我有關係嗎 我們一起來念他下面這個小字 好不好 這邊這個 好 那我們一起來念 聖誕是關係的連結 耶穌愛我們 為我們而生 耶穌因為愛我們 為我們而生 今天如果你覺得都沒有人愛你沒有關係 我要告訴你 有一個神愛你 那一個人就是耶穌基督 我們為什麼要過代將節 有些人會說奇怪 這個聖誕節明明就是兩千年前的事情 為什麼我們現在要過代將節 代將節到底對我們有什麼意義 我們幹嘛 不是就是準備好 就是就是過聖誕節而已 為什麼要預備 親愛的弟兄姊妹 你如果沒有預備 你會有感覺嗎 你過年的事之前 你一定要做什麼事 就是當少了 然後過年的時候你就覺得 我們家就乾乾淨淨的 讚還要買一個 還要做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要去買一套新衣服對不對 把自己打扮得漂亮亮 然後紅衣穿著紅紅的 然後大家一起出去 新年快樂新年恭喜 你要預備對不對 你要結婚之前 你要先開婚紗 你要去先訂婚啊 你要做什麼事情 你都要先預備 在那個當下裡面 你才能感受那個節慶對你的意義 今天聖誕節不是跟著大家 喔聖誕快樂 然後耶穌愛你 不是 神一樣要我們在這個節慶裡面 一樣要預備 我們為什麼要過代將節 代將節有一個提醒我們的地方是 紀念耶穌基督的降神 那也為我們聖誕節要來臨的時候做準備 第二個是感謝主心日耶穌靈在我心 第三個呢是我們要會上帝國的來臨 或耶穌基督的在臨做做預備 所以大家可以提醒我們這幾件很重要的事情 也是我們在這個節慶裡面需要預備的 好聖誕節要怎麼過 告訴你們一定要來到禮拜堂過 一定要到教會過 下禮拜我們聖誕隊會一起聯合讚美禮拜 那為什麼我們每次都要請聖誕隊唱那麼多首歌 因為我們要感謝我們的主耶穌基督 為了我們跟我們有關係的連結 為我們而生 所以我們要讚美祂 今天為什麼要來到禮拜堂做一把 是因為我們感謝神 為了我們 愛我們來到這個世上 所以今天當你在過聖誕節的時候 你有沒有把這個東西傳給別人 我們不是有慶 就一直歡慶然後沒有結束 我們是要感謝主耶穌基督為了我們 我們知道很多聖誕節的活動最近都一直在辦 所以你可以在走上馬路上 你就可以一直看到什麼聖誕Party啊 然後或者是聖誕變裝就啊 或者是聖誕大餐啊 可是你會發現很多東西都沒有提到主耶穌 我們認得這一幅畫對不對 最後的晚餐 那曾經有畫家呢 在畫這一幅畫的時候 他就把旁邊的杯子畫得好漂亮 所以大家看那幅畫的時候呢 都一直讚美 那一個畫家說 啊他那個杯子怎麼畫得這麼漂亮 你看好完美哦 畫家就是畫家 這種杯子我畫不出來 你知道那個畫家在旁邊聽了心裡有多玉竹嗎 他說你們都搞錯了 我不是要畫杯子給你們看 我要畫的是誰 讓你們知道裡面的主角是 所以耶穌基督帶領我們一起吃 最後的晚餐 所以那個畫家之後把那幅畫收回去 把那個杯子整個塗掉 大家的目光才轉向耶穌基督 今天在我們的聖誕節裡面 我們也一樣被好像那個杯子畫得好漂亮 我們就看到的都不是 但是耶穌基督看到的都是 其他要歡慶的東西 今天提醒我們的聖誕節 主角是誰 主耶穌 所以在兩個禮拜我們就要跨入 新的年度 這段時間安靜我們自己 把耶穌基督在我們心中的地位找回來 讓耶穌基督跟著我們一起走向新的年度 讓我們不會孤單 好 回到我們今天經文的背景 這一段經文 其實我們上次 上上禮拜也有分享過 是在以撒亞書 那我們知道以撒亞 當時候他們的社會 以色列的狀況 以色列人過得非常的辛苦 所以以撒亞透過這段經文 我們今天所讀的 讓他們在非常辛苦的裡面 他們一樣有盼望 這段經文說 因有一位英台 為了我們而生 有一子賜給我們 正權必擔在他的肩頭上 再來呢 他名稱為 我們一起唸 好 來今天呢 這段經文要告訴我們的是 在這麼辛苦裡面 他們還是可以得到安慰跟盼望 所以今天的弟兄姊妹 當你在很辛苦裡面的時候 不要忘記 神的話語總是鼓勵 要成為你的幫助 在以色列人這麼辛苦的裡面 神一樣派一個先知 來提醒他們 神永遠沒有離開他們 之前有一個一篇短文 他叫做影片成績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 那在這篇短文裡面呢 他提到說 在末日的時候 在耶穌基督的寶座前面 站著一大群人 可是這一大群人呢 都不太開心 因為他們遇到很多辛苦的事情 有一個年輕人他把衣服脫下來的時候 他的背上被繞了一個印 就是當時德國納粹兵在他身上繞的那個印 然後有一個黑人呢 他的脖子被勒住 他說我什麼都沒有做 只因為我皮膚黑 然後有一個被強暴的婦女呢 在那邊一直哭 他說這又不是我的錯 為什麼我要承擔這些 所以他們大家就想一件事情 就想說 上帝能體會我們這些辛苦的事嗎 一定不行 所以他們就討論說 好那我們幾個人去跟上帝商量 要讓他也親自體驗看看 這種不好的事情 所以呢 他們就派了一個 在當時受過很多辛苦的人 他們派了一個猶太人 被欺負的猶太人 然後派了一個黑人 派了一名在日本受到原子當爆炸 然後生出畸形惹的媽媽 所有去跟神談判的 都是受過非常艱苦的挑戰 讓他們去 他們就跟上帝說 你們從來在這個寶座上 你從來都沒有經歷過這些苦難 所以你一定不懂我們的苦難 所以你必須要成為人 到地上去受苦 那他們就說什麼條件 他說你到地上去受苦的時候呢 你的出身要被合理的懷疑 然後呢 你一定有一份非常辛苦的工作 而且呢 你的朋友都不信任你 當你在做事情的時候 你也會遇到很多挑戰 所有的人都會以為你發瘋了 最好是你最親密的人 也都背叛出賣 那最後呢 你最好被關進監督裡面 而且呢 被指控不死 然後最好死得很慘 當大家想完的時候 他們才發現 欸 這些東西 耶穌基督好像都 親自為我們經歷過 所以他們才真正去想 為什麼神要為我們降屍成為人 為了要帶來那個安慰 跟那個盼望 今天我們以為我們所受的苦 耶穌基督都沒有體會過 錯了 他都為我們體會過了 所以約翰福音這樣說 他說 神那世人甚至將他的獨生子 賜給他們 叫一切信他的 不自滅亡 反得永生 今天神給我們一個很棒的禮物 是我們每一個人可以得著的 你也可以 我也擁有 所以只要你願意 你就可以得著這份禮物 那今天呢 我們就要一起來看 這份禮物是什麼 第一件事情就是 我們的耶穌基督是一個很奇妙的神 好 說到奇妙了 我們來看看我們的鼻子呢 可以做什麼事情 我們知道奇妙就是讓我們測不透 想不到的事情 那我們人的生理構造 就讓所有的科學家 一直想要知道 欸為什麼可以這樣 你知道我們的鼻子呢 在一分鐘要吸氣 大約吸70次 那一天24小時 所以你會吸24800次 那你一天吸進去的空氣量呢 有12480公升 那你可以去教育一個工程師 然後呢把你裝造一個鼻子 而且呢不用加電池 然後呢用了七八十點也不會壞 在冬天夏天的時候還要保持那個濕度 而且還要幫你 你比賽的時候還要調節你的呼吸狀況 有辦法嗎 這如果沒有不是奇妙的神 創造不出來 再來 你的心臟呢 我們知道它可以繞地球兩圈 而且呢 它才多重 我看一下 它才0.5把重 你知道你一身啊 心臟跳的力量 加減起來 可以把一艘軍艦拉起來 我們一定不知道 會讓我們的心臟這麼強 所以如果下次人家物理心臟有沒有力 你就說很有力 因為可以把軍艦拉起來 今天想給我們一個很奇妙 讓我們經驗它 它的創造是這麼讓我們 無法想像 它的愛是讓我們這麼奇妙的無法想像 它讓我們所經歷的事情 是這麼奇妙的經歷神的帶領 親愛的弟兄姊妹 我們的主耶穌基督是一個很奇妙的神 他怎麼奇妙 他降生的奇妙 因為他是亡王之亡 他為什麼要降生在這麼卑微的地方 他怎麼樣 他也死得很奇妙 他知道他自己是有什麼要死的 而且他也勇敢去面對他的死亡 那 他有一個更奇妙的是 他復活的奇妙 他死後第三天 他就復活了 什麼東西可以勝過死亡 只有復活 復活可以勝過死亡 再來 他升天的奇妙 若將回應他記載說 他們正看的時候 他就被取上身 有一朵雲彩把他接去 便看不見他 再來 他再來的奇妙 經文說 他怎麼往上 怎麼升到天上去 就怎麼來到我們當中 親愛的弟兄姊妹 那我們的耶穌基督是非常奇妙 再來 你還可以擁有一點 他可以成為你的測試 你知道每一個 我們最近有開一個 軟化的會議 對不對 昨天有看我們的地球 最好不要升溫超過兩度 最好的控制是在1.5度 所以我們知道我們的全球 每一個國家都在找一個 可以成為他們顧問的人 今天在你的生命裡面 在你的婚姻裡面 你也可能會去找一個 可以成為你的顧問的人 在你的家庭 教育孩子生命裡面 你也可以去找一個 成為你顧問的人 讓你在帶領孩子的時候 更簡單 你的理財方面 你可以去找銀行專家 但是親愛的 如果你今天找錯了 怎麼辦 我告訴你 看起來好像也不會有什麼改變 但是 絕對不能朝著你的目標邁進 因為你找錯了 我們的世界看起來好像變得很好 物質變得很豐綠 iPhone6好像隨時就可以拿到手 電腦一次換的比一次輕 一次比一次薄 而且重量比一次輕 衣服呢 越穿越好 隨便一件飽滿衣穿了就好無聊 但是你知道嗎 我們有過得比較快樂嗎 我們的環境有變得比較好嗎 我們的心裡有比較有平安嗎 犯罪率一直在下滑 10月後我看到一份報導 你知道現在青年人 吸毒非常的嚴重 如果我們看電視就可以知道 有很多女生她們去開趴 然後吃藥吃到死亡 然後有媽媽為了吸毒 然後在餵母奶的時候 孩子就因為吃到毒死亡 那有些人吸毒之後 他就去外面亂作 可能丟汽油彈 可能看到冷不爽就打 現在的國中生跟高中生 持有毒品的比率 從94年到103年 大概10年的時間增加了15倍 所以我們要想 今天神可以成為我們的幫助 還是外面的資訊 可以成為我們的幫助 今天你要來找一位測試的時候 你要找一位顧問的時候 你要找誰呢 就是找我們的年書籍 再來他是一位全能的神 耶穌基督經歷復活 是我們沒有辦法經歷的 他為我們所做的一切 都是你無法想像的 這一位全能的神呢 可以帶領我們去經歷很多事情 聖經裡面怎麼說 他使拉薩路復活 而且他平靜的 很像颱風的那種海浪 他一句話就讓他平靜 耶穌基督也勝過死亡 所以今天對你來說 再大的困難在神的身上 都不是困難 只要你願意來到他的面前 相信他 他就會用他全能的手 帶領你走出那個風吧 好 永在的父 你們剛剛被主導我怎麼被 我們在天上的父 他是我們的父親 希伯來文當他講到這邊的時候 他說他的意思含義是 他是永遠的父親 爸爸可以做很多事情 爸爸可以超勇敢的 帶領所有的孩子去往前衝 之前有一段研究說 如果一個孩子沒有爸爸 他會內向比較不勇敢 所以我們知道 爸爸可以帶領我們去做很多 危險的事情 但是他讓我們有勇氣可以跨過去 讓我們有平安 今天神要成為我們永遠的父親 我們知道在歷史上面呢 有很多人他都說 我是你們的父 很多皇帝啊 很多統治者 他們都會覺得我就是你們的父 但是這個父怎麼樣對你們 對你們可能非常的欺壓 對你們非常的壓榨 對你們有特別的好嗎 他沒有都是騙人的 但是只有我們在天上的父 愛我們 當我們有需要的時候 你就跟他求 這一段經文 這個 那子回頭的部分 可以讓我們親自體驗到 神對我們那種愛 這個小兒子出去揮霍了 但是他爸爸看到他的時候 心裡只覺得回來就好了 你還是我的愛 今天當你出去外面揮霍了 你回來耶穌基督的懷抱 他還是一樣接納 所以我們有在的父親 就是我們永遠的父 當你在這一年裡面 你覺得我好像揮霍了 沒關係 你可以回到他的懷抱裡面 他一樣會愛 不要忘記 讓耶穌抱著你 你會走的 平靜又安穩 最後 他說 他是和平的君 今天要和平簡不簡單 連家裡要和平感覺都有點難了 但是耶穌來要帶給我們和平 這個和平放在我們心裡面 的時候你會覺得 你一樣可以對別人這麼和平 親愛的弟兄姐妹 我們的世界 時常叫我們要革命 革命在拉丁文的意思裡面 就是循環不行 就是你一次的革命 就會再產生下一次的革命 所以家庭也不斷的在革命 這一次革命完 下一次還會遇到一件事情 再革命 那是革命要犧牲多少人的眼淚 犧牲爸爸媽媽的眼淚 犧牲孩子的眼淚 國家革命要犧牲多少的家庭 多少小孩子的生命 多少別人的辛苦做出來的東西 那革命的時候會傷害多少人 但是耶穌基督來 他不要帶來革命 你知道革命成功還是會再怕 我們知道以前有好多主義 每一個主義他們都有不一樣的思想 有不一樣的感慨 那有一個神秘主義感覺 你就很神秘對不對 但是神秘主義最怕的是什麼 別人比他更神秘 所以一次革命夠嗎 不夠 當別人比他更神秘的時候 他又更害怕了 當那個神秘的比他強 又跟他革命的時候 親愛的 我們就會一直在那個循環裡面 唯有神能帶給我們和平 別說基督來用刀槍嗎 沒有 他只用他的生命 所以當你要跟別人革命的時候 你要想 我們的生命裡面真的沒有愛嗎 當你用愛跟別人革命的時候 革得起來嗎 革不起來 只有愛能勝過恨 只有愛能贏過一切 平息一切的衝突 所以今天當你覺得你不平安的時候 你不快樂的時候 願神的和平靈在你的心裡面 你可以跟他禱告 請他進入到你的心 讓你有那個和平的心去跟人家討論 去跟人家面對面坐下來安靜的談 我們知道我們每一個人都很喜歡聽好消息 那好消息要從哪裡來 我相信就是要從我們的身上展現出來 讓別人去把這個好消息再傳揚給另外一個人聽的時候 那感謝主你成為他的見證 有一個小孩子呢 他從學校回來 他就跟爸爸說 欸爸爸我想要跟你說一個好消息 那爸爸就說什麼好消息 他就跟爸爸說 你不是答應我說 如果我這一次考試考好啊 考及格啊 你就要給我一百塊獎勵我嗎 他爸爸心裡就想說 喔太棒了 我兒子一定考及格了 他就說那你要告訴我什麼好消息 他兒子就跟他說 爸爸我把你那一百塊省下來囉 所以你不用給我 親愛的弟兄姊妹 我們知道這是一個笑話 但是這個好消息 給別人的時候是要正面的 不是給別人負面的 所以盼望我們每一個人都可以把這個好消息 傳給更多的人 因為我們每一個人在這個世代裡面 我們要經歷的事情太多了 苦幫我們的事情也太多了 有一個小丑 他去他很不開心喔 然後他就跟醫生說 嗯我很不開心 那醫生就問他說 你結婚了嗎 他就說我有一個很漂亮的太太 那你有去環遊世界嗎 出去散步啊 散步心情就會比較好啊 看到花花草草你就會比較快樂啊 那個小丑跟他說 我常常到很多地方去啊 因為很多地方都會請我去表演啊 那這個醫生那時候不知道他在當小丑 醫生就跟他說 那你喜歡看戲嗎 他就說嗯我很喜歡 醫生說你應該去看一點好笑的 你心情才不會不好 那小丑就跟他說 那那我我想去看 那你有什麼好不錯的戲 你可以介紹給我 這個醫生就跟他說 我告訴你喔 最近喔有一個戲劇團 在這邊巡迴演出 那大家去喔都笑的哈哈 然後回來 我推薦你去看 你去看喔 你也可以很開心 這個小丑就跟他說 阿娜在哪裡你告訴我 他就說阿就在先政府前面啊 那個小丑就跟他說 喔你知道嗎 那個演出者就是我耶 那個小丑再來就沒有快樂過 他就發現他的生命裡面 他整個都快樂 那之後那個醫生就跟他說 那我推薦你去一個地方 那個地方就是教會 那個小丑剛去的時候 他覺得他沒有辦法融入這個教會 他也不認識這個神 所以他完全都聽不懂 大家在說什麼 但是有一次當他非常辛苦 演出完非常辛苦 他發現他再也笑不出來 他發現他再 為什麼都是他帶給別人快樂 讓他裡面那麼多苦毒的時候 有一次他就自己祷告說 我要讚美神 他就自己開口 他大聲的宣告說 我要讚美神 我就是要讚美神 你知道嗎 親愛的弟兄姊妹 那個喜樂就從他裡面 湧流進去 所以盼望我們在這個季節裡面 是個讚美的季節 你就大聲的說 我要讚美神 當你大聲說出來的時候 我要告訴你那個力量是強大的 你們知道我之前有分享過 我的心率容易不整 對不對 那其實以前大部分幾乎每一天 大概平均早中晚都會各跳個三四次 那其實他跳的時候就會不舒服 那你知道嗎 我回來用補教的時候 我就開始學習很大聲的讚美 感謝主 我現在一天大概只有一次 你知道我感受到的那個醫治是非常明顯 或許還是會有一點不舒服 但是你知道你讚美神的時候 他帶給你的力量是大的 所以盼望你們每一個人 在你們覺得非常辛苦的時候 你們就勇敢大聲的讚美神 我以前也不大聲讚美神 因為我覺得 我就有禱告就好了 但是當我開始操練大聲讚美神的時候 我要告訴你你能體會的喜樂 是比你擁有的更多 如果你覺得你害羞怎麼辦 那就找一個沒有人的地方啊 你自己開車的時候 你就可以大聲讚美神啊 你自己在靈修的時候 你就可以大聲讚美神 有一雙看不見的手 會讓你體會到 他就在你身上 盼望我們在這個季節裡面 你們都可以領受這白白的恩典 神把這個白白的恩典賜給我 就是以耶穌基督 最後一張圖 只有神能產生平安在我們的心裡面 那今天我們要唱的這首歌 那是那雙看不見的手 雖不見你 觸不到你 但是我知你正在對我低於 我深知你一直就在這裡 親愛的弟兄姐妹 當你覺得你很辛苦的時候 神就在你的身邊 那在我們的周報上面 也有在我們的第九點 我們可以一起 誰不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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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觸不到你 觸不到你 但時我知 你正在为我的雨 哦主耶稣 哦主耶稣 我甚至到 你一直就在这里 谁不见你 主不道理 但是我请 你正在为我的雨 哦主耶稣 哦主耶稣 我甚至到 你一直就在这里 是你的伤 定乱的声 重新抚慰 我那破碎的心点 师的声音 唯有话语 在路天满 我心里就命迹可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们知道这首歌是谁唱红的吗 两个问题 对不对 他当时候参加星光的那个选拔 歌手的比赛的时候 他是里面一个非常有名的歌手 那他是基督徒 当时候他就接受不TV的访问 他就唱这首歌是他们在乐队御游乐队的时候 唱一首歌 那梁文英在他访问的时候 他提过一件事情 非常感动 他说他在星光的时候 我们知道所有的竞争 非常的对他来说造成非常大的压力 因为大家都表现得非常好 所有的歌手都非常的优秀 当他在竞争那个前一两名的时候 那个压力是非常大的 那感谢神 他有一个很好的姐姐 是他属于一个伙伴 有一次他就非常难过 在舞台上面非常的挫折 他就打电话回去给他 那姐姐说我觉得我挫折 我比赛的时候一直遇到困难 一直遇到挑战 他不知道怎么办 他的姐姐就跟他说 妹妹你把眼睛闭起来 那他就把眼睛闭起来 他的姐姐就跟他说 你想像在星光的舞台上面 有一双很大的手 那你站在那个手上唱歌的时候 你会不会累 然后我又就跟他说应该不会吧 那他姐姐就跟他说 你知道吗 在所有的比赛的人的里面 只有你拥有这一双手 所以在那 当下他就觉得他不再寂寞 不再难过 因为在所有的人里面 只有他拥有那一双手是可以扩持他的 虽然看不见的 虽然看不见 可是却可以成为任何工作 今天在你的生命里面 你可能也遇到跟梁如荧一一样 有很大的挑战 很大的幸福是别人不知道的 甚至在你的同事里面 在你的家庭里面 在你跟邻居之间的关系 非常的辛苦 但是我要告诉你 你拥有那一双 看不见的时候 我们一起闭起眼睛 那我要请我们的敬拜堂 我们唱这首歌 谁不见你 输不到你 但是我请 你正在对我的 哦主耶稣 哦主耶稣 我想知道 你一直就在这世里 是你的手 是你的手 免漫的手 免漫的手 是在你 吴时者 当我喜欢 我那头随的心田 是你身影 温柔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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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正在对我的 你正在对我的 我主耶稣 我主耶稣 我神知道 你一直就在这里 是你的手 是你的手 是你身影 温柔的手 是你身影 亲爱的天父 上帝 我们要谢谢你的恩典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主耶稣 主耶稣 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 因为你就 时常陪伴在我们当中 因为我们知道 有时候我们会 内心明明就很软弱 但是我们却故意表现得很坚强 我们不敢让人家知道 我们有多大的苦难 我们遇到多大的事情 我们遇到多大的挑战 但是主 求你用那一双看不见的手 扶持着我们 提醒着我们 你就一直在我们旁边 牵着我们的手 一直带领我们往前走 而不是向后退 主愿你给我们力量 让我们在苦苦的时候 有力量站起来 让我们能够擦干眼泪 带着微笑 我们继续往前 主愿你的身影 充满我们每位弟兄姐妹 让我们能够更多的去传扬 你的福音 让所有的人 在这个 没有好消息的世界里面 听见神你的好消息 愿神你赐福给我们 每一位弟兄姐妹 带领我们继续往前 我们这场祷告 都是奉耶稣基督圣明 Amen